祝福快乐 今天也是陪你读书的依依 开年整大活 2023本格推理Best Top 1 白景智之名侦探的牺牲品 这本书在社会派横行的当下 杀出了一条血路 新本格大旗 还是要穿上衣服的白景老师来扛 书的内容和细节非常的多 所以我分两个视频 事件片和解答片 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 话不多说 两个小硬币故事开始了 海之亭民宿传来了两身枪响 一名受害者是在民宿上锁的片屋中 被子弹击中腹部的中年男子 第二位受害者是在民宿后院外墙的小路上 被击中的十几岁少年 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宽大夹克 像个流浪汉一样 负责案件的刑事部长小牛田 向侦探大使求助 这个案子您一定感兴趣的 受害人很厉害哦 和您是同行 就是那个上过综艺节目的名侦探 横手有戒 横手有戒 他不过就是个只会耍花架子的骗子 别挂电话 凶手也很厉害哦 警方分析了受害者腹部的子弹 那正是十年前杀害了 11个人的连环杀人膜108号所用的子弹 帮我准备冰镇啤酒 我马上就到 大使带着助理李子来到了案发现场 海志亭民宿建在紧邻大海的悬崖旁 分主屋和偏屋 案件就发生在偏屋 这个房间的墙上有一扇窗户 窗户所隐藏在轨道里 第一次来的人很难发现窗户是可以打开的 勘察过现场后 大使自信满满的说 凶手我已经知道了 现在的时间是晚秋 案发当天还下着雨 而死者横手有戒只穿了脖衬衫和牛仔裤 并且没有打开屋内任何取暖设施 这难道不奇怪吗 在房间的时候 他至少应该披了件上衣外套 我推测外套的失踪一定和凶手有关 开枪之后 凶手脱掉了横手的外套 带走太麻烦了 他应该直接丢进了海里 你刚才不是说有人在案发时听到东西落水的声音吗 凶手这样做的原因想必是外套上留下了一些会暴露身份的痕迹 比如说硝烟反应 哎 硝烟反应只有开枪的一方才有哎 没错 开枪的人就是横手有戒自己 像横手有戒这样的名侦探 如果腹部中枪 只要没有马上毙命 他一定会留下死亡信息 从现场血迹来看 他在中枪后确实存活了一段时间 但他并没有那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凶手就是他自己 哎 啊 横手有戒为什么会有108号的手枪呢 真相只有一个 108号的真实身份就是横手有戒 十年前他完成最后一起犯罪之后 把枪藏在了某处 十年后他就地重返 取回了纪念品 躲在房间矫正手枪的时候 不小心走火了 意识到自己人生所剩时间不多的横手 开始想办法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只需要把枪扔到窗外的悬崖下就好 然而在他打开窗户时刚好被路过的流浪汉看到 他一不做二不休就将其射杀 后来他意识到硝烟反应可能会暴露身份 就把手枪和外套一起扔进了大海 大师得意洋洋的完成了推理 横手有戒不是108号 站在一旁的李子打断了得意的大师 说话间李子拿起桌子上的盘子朝窗外扔了出去 什么声音都没有 只有海浪规则的拍打着悬崖 李子开始了自己的推理 悬崖有30米高 再大的声音都会被海浪淹没 住客根本不可能听到东西掉落的声音 而他们听到的声音是东西落入后院窗户下小池子里所发出的 横手为什么放弃无边无际的大海 而选择把枪扔在院里的小池子呢 明显不符合逻辑 所以大师的推理是错误的 横手不是108号 但是如大师所言 外套之所以消失 是因为上面留下了某种痕迹 但凶手并没有将外套扔出窗外 由于房间的窗户所十分隐蔽 第一次来到房间的凶手 根本不可能知道窗户可以打开 而他带走外套的方式是穿在身上 所以路上死的那个穿着不合身夹克的男孩 才是108号 他之所以带走外套 是因为在打死横手时 枪的后座力使他不小心咬伤了自己的舌头 他确认尸体时 血液不小心滴在了横手的外套上 另外为了制造横手自杀的假象 他把枪留在屋内没有带走 但他万万没想到横手还剩了一口气 他凭着这口气锁上了房门 准备给房东打个电话 可就在这时他看见了窗外108号的身影 他开窗射杀了他 意识到手枪会让警方误会自己是108号 他用尽全力想要把手枪丢到108号身边 可是失血过多力气不足 手枪最终落在了后院的池塘中 诶 可是年龄不对啊 108号10年前15岁 现在应该25岁啊 可是那个死掉的男孩看起来顶多十几岁而已 10年前起初警方对犯人的测血是30至40岁之间的惯犯暴力团成员 但是因为木鸡队和口供最后改成了15岁的少年 但其实警方一开始的猜测郑重靶心 108号患有某种无法长大的病 几天后小牛田警官打电话告知 108号患有侏儒症 证实了李子的推测 这是李子意味深长的看着大使说 侦探也可能成为加害者 李子受美国富豪查尔斯的委托 调查琼斯教教主吉姆琼斯 这个新兴宗教近几年规模急剧扩张 同时也伴随着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 像是教主吉姆琼斯和多名信徒发生性关系 敲诈勒索信徒财产等等 为了躲避这些负面新闻 吉姆琼斯率领众信徒从美国牵制贵亚纳 他们决定开拓密林 建立属于自己的乌托邦 而今吉姆琼斯又有了更大的目标 他想要迁移到更远的地方 这就需要有人出钱资助 而美国富豪查尔斯就成为了最佳人选 但查尔斯也不傻 肯定要先调查清楚这些负面新闻是否属实 才能考虑是否出资 于是他在全球范围内招募考察团 而李子正是被他选中的一员 为了寻找李子 大师叫上了发小奶木 一起出发贵亚纳 二人准备伪装成信徒 为此奶木准备了关于琼斯教的详细资料 可是没想到刚到琼斯教 奶木就落地成河 幸好李子及时出现才解救了大师 调查团除了李子之外 还有三名成员 一位白人女性 以批判伪科学著名的美国精神科医生乔迪 一名亚洲男子 揭发过光州天主教教会性丑闻事件的首尔大学学生李和俊 一名白人男子 美国前FBI探员登特 调查团中登特作为卧底单独调查 目前已成功潜入琼斯教内部 担任琼斯教律师一职 现在住在干部宿舍 琼斯教教徒大多都有不同程度的身体残疾 但他们相信奇迹存在 认为教主吉姆琼斯已经帮助他们恢复身体的残缺 他们此生都不会生病 不会受伤 而那些背叛教会的人会遭到神的惩罚 但是经过调查团成员几日的调查 他们发现吉姆琼斯不过就是个会耍小把戏的江湖骗子 比如他将勺子弄弯的把戏 不过是利用了低溶点的合金 手指摩擦产生热量 勺子就能弯曲 但这些小把戏在信徒眼里都是奇迹的存在 谁要提出疑问就是在刁难教主吉姆琼斯 心理学把这种行为解释为群体妄想 可是也有一些清醒的教徒 比如路易斯 他在听说调查团马上就要离开时 偷偷递给大使一张对折的纸片 上面写着小小的字 请带我们离开这里 早上妮可像往常一样给干部宿舍送饭 北三登特的房间怎么敲门都无人应答 房间从内部反锁 干部宿舍也没有备用钥匙 同住在干部宿舍的彼得和约瑟夫赶来 他们打碎了房间的玻璃 看到屋内登特趴在地上 血液从身体四周扩散开来 他手里抓着一件雨衣 背上的衬衫有好几处伤痕 不远处掉落了一把沾血的小刀 房间的钥匙放在鞋架上 二人以为凶手人在室内 但入室检查后发现空无一人 彼得和约瑟夫在检查登特随身行李时 发现他居然是调查团的一员 感受到了调查团的背叛 吉姆琼斯赫令调查团立马离开村落 但离子恳求 想要先找到登特死亡的真相 大师和离子来到案发现场 那是一间十叠大小的房间 打开门是摆着地垫和木制鞋架的简单玄关 右手边是床 正面是铝制桌子 左手是衣柜 两扇门上都溅上血迹 但左边比右边高出三厘米 衣柜里面有一根高过头顶的杆子 上面挂了一件衣服 衣柜内没有任何可疑痕迹 旁边墙壁上是镜子 其他墙壁全是木板 靠床的墙上贴着吉姆琼斯的海报 夜间看到估计会被吓尿裤子 二人发现原先放在鞋架上的钥匙 现在被放在了铝制桌子上 一文之下才得知 因为彼得粗心的踢到鞋柜 钥匙被碰掉 他捡起钥匙之后放在了小桌子上 那是一把普通的黄铜钥匙 整个村落的房间 只有吉姆琼斯住的父亲之家和干部宿舍有所 父亲之家的钥匙和干部宿舍的钥匙是不同种类 而且每个房间的钥匙只有一把 没有备用 并且这里也不具备配置备用钥匙的条件 离子特意试的钥匙确实就是登特房门的钥匙 凶器是登特自己的折叠小刀 致命伤是背后的刺伤 事件的目击者是少年Q 这边的孩子都用字母来称呼 没过多久 一个叫W的少年带来了少年Q 根据少年Q的证言 昨晚下月大雨 11点35分 他为了救被搜狗灵魂杀死的附属 在去往父亲之家的路上 目击的登特先生在厕所发出一声惨叫 随后飞奔向自己的屋内锁上门 十几秒之后 他的屋内又发出了一声惨叫 李和军不合时宜的问了下 附属现在怎么样了 少年Q感激的说 附属恢复了呼吸 教主当然救了他 但离子很快就告诉了他 附属并非教主治好的 附属这种动物 为了防卫 有时会采取拟死行动 在快被捕食动物攻击时 会故意装死 使肌肉僵硬 一动不动 以此来欺骗敌人保护自己 捕食动物消失后 自然就会恢复 昨晚一定因为Q房间的窗户没有关好 蛇或者蜥蜴之类的东西爬进了屋内 附属才会做出拟死行动 听了李子的话 少年Q惊讶的张大了嘴 虽然他没有说什么 但表情带着悲伤 仿佛知道自己心爱的东西是假的 在知道李子不是神 而是侦探之后 少年Q的眼中亮起了光 乔迪和三位信徒 瑞秋 布兰卡 米勒 约在异教室访谈 三人喝了同样的红茶 吃了同样的曲奇饼干 因为几个人都是在厨房工作 谈话间就聊起了早上厨房发生的怪事 厨房像是被洗劫了一样 小锅倒在一旁 餐具散落在地上 橱柜也倒在一边 餐具都是不锈钢的 没有碎 但掉在地上的菜刀却摔断了 刀和刀柄断开了 由于厨房墙壁做了隔音处理 谁也不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正在聊天时 桥底脸色突然大变 红杯子从他手中掉落 他全身剧烈痙攣并呕吐 明显是急性中毒的症状 很快他就咽气了 吓得米勒把煤喝完的红茶 撒在地上 布兰卡把没吃完的曲奇 掉在了地板上 调查团赶到现场时 桌子上还有一些没喝完的红茶 和没吃完的饼干 他漂亮的脸被眼泪 鼻涕嘔吐乌弄得乱七八糟 喉咙里有一股淡淡的杏仁味 死因应该是轻化甲中毒 为了保护现场 大家先离开了异教室 在旁边进行问询 布兰卡先描述了倒红茶时的情景 他泡好了茶 将四个杯子并排放在一起 倒完之后 大家随机端起杯子喝茶 凶手根本没办法推测 桥底会用哪个杯子 取其饼干也是一样的道理 大家随机拿起来吃的 三个教徒一口咬定一定是破坏厨房的那个人 在茶叶里下了毒 他们都喝了有毒的茶叶 但因为穷司教的人不会生病 不会受伤 所以只有桥底死了 问询之后 大使准备再进一教室调查 结果发现门推不动 以为有人在里面 但是从小窗看进去发现没有人 只是因为门的底部和地板之间的缝隙很小 干燥坚硬的地板卡住了门 需要大力才能打开 进入之后 大家惊奇的发现地上掉落的饼干消失了 而桌子上的饼干却没有少 就在这时 吉姆琼斯来到了案发现场 对调查组成员下了最后通牒 让他们赶快乘飞机离开 明天里奥莱兰议员就要来到琼斯教 他的到来将决定琼斯教的未来 所以要清除一切可疑人员 可是登特的案件还没解决 桥底又死了 离子怎么可能会离开 面对固执的调查员 吉姆琼斯下令将三人关进牢房 牢房位于村落南部与密林相接的地方 建在一个宽约10米的斜坡上面 牢房分为两栋建筑 第一建设和第二建设 两个建设之间由一条走廊相连 想要到达第二建设 必须路过第一建设 每个建设只有两个牢房 一个通风口 大石和离子被关在第一建设 李和郡被关在第二建设 牢房看守是一个叫富兰克林的越南士兵 他在战争中丢了双腿只能坐在轮椅上 当然他本人和其他信徒一样 相信奇迹让他长出了两条新腿 他坐在轮椅上的原因只是因为和轮椅产生了感情 大石和离子在牢房里讨论了一晚上案件 期间只有富兰克林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巡视一下牢房 在外面天空开始发白之时 大石的牢房飞进了几只巨大的马蜂 他被吓得魂飞魄散 还好少年Q趁富兰克林去参加聚会偷偷赶来 用备用钥匙放出了二人 他们正想去解救关在第二间社的李和俊 少年Q说 早上他发现那个人倒在掌管的舞台 身子变成了两半 少年Q带着二人来到村落北端的林园查看尸体 因为林园不让小朋友靠近 少年Q很紧张 尸体被放在林园的小屋中 小屋平时由一个叫沙朗的女人看守 尸体的切口位于腹部往下一点的地方 切面非常粗糙 侧头部有被殴打的痕迹 衣服被血液染成黑红色 鞋子沾满了泥土 尸体屁股上有几道蚯蚓般已经结痂的伤口 李子说那是两年前李和俊揭露教会暴力事件时 被电棍殴打的痕迹 也就验证了尸体确实属于李和俊 大时和李子拜托少年Q取得目击者的证词 少年Q先找到了牢房看守富兰克林 据富兰克林说 昨晚11点他和李和俊交谈过 李说自己有密闭恐惧症 之后一直到5点他每隔两个小时都会去巡视一下 这期间没有任何人进入监设 6点钟路易斯在展馆发现了尸体 6点50分 约瑟夫通知他到展馆 他也看到了尸体 接着少年Q找到了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路易斯 路易斯当天上吊未遂 想到储藏库寻找一些毒药 那时候是早上6点左右 在路过展馆时他发现了尸体 当时舞台上的讲坛倒在一边 尸体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并排摆在那里 因为在舞台下面 所以看不清下半身 但上半身看得特别清楚 肚子里的东西都溢了出来 因为之前是修鞋降的原因 路易斯对尸体的鞋子特别注意 鞋子的底部严重磨损 牵动了他的修鞋魂 第二天一大早 李子就对大师说 他知道凶手是谁了 就是雷莫顿 琼斯教学校的校长 而此时此刻 教主吉姆琼斯为了欢迎远道而来的议员 正在掌管神情激昂的做着演讲 李子和大师冲上讲台 打断了他的讲话 李子握住麦克风说 我站在这里是为了保护琼斯教的各位 我的三位同伴是在不可思议的情况下被杀的 这并不是神对他们的惩罚 这和各位的信仰息息相关 人一旦面对信仰和现实之间的分歧 就会想尽办法去消除 接下来李子说出了他对三起命案的推理 首先是登特密室死亡事件 想要找到这起案件的玄机 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登特在厕所发出惨叫时 发生了什么事 这件事有无数种可能性 几乎不可以确定 也许是在上厕所时碰见了谁 也可能是被潜入村落的首犬扑了过去 也可能是遇到了马峰 总之第一件事有很多种解释 而第二个问题 当登特在北三发出惨叫时 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关于第二个问题 给我提示的是衣柜门口的血迹 这个衣柜的门是双开式的 整面都是镜子 尽管衣柜的两扇门的底部都有血迹 但左右两边的血迹高度完全不同 登特失血的时候 衣柜的门还没有关好 但是如果左边的门开的太大 右边的门就不会沾染血迹 所以左边的门当时应该处于半开的状态 从厕所跑进北三的登特 立刻回头锁上房门 他锁上门转身后 被镜子里反射的海报吓了一跳 不由的尖叫了起来 随即跌倒在地上 倒下的同时随身带的弹簧刀也掉在了地上 不幸的是从地板上弹跳起来的刀子直刺他的后背 因为疼痛和惊吓而陷入恐慌的登特 不由的拔出了刀 最后因为失血性休克去世了 登特的死亡可以说是不幸buff叠加造成的事故 诶 阿喽 可是那个男人背上被刺了好几刀 如果你的推理正确的话 应该只有一个伤口诶 你说的没错 他不可能反复刺自己的后背 也没有理由这么做 而是有人为了把死于不幸事件的登特 伪装成他杀 反复用刀刺了他的尸体 确定这个人并不难 北三的钥匙只有一把放在鞋柜上 因为不可能出入当时处于密室状态的现场 所以能够摆弄尸体的只有打破窗户进入房间的两人 就是安全部长约瑟夫和内务部长彼得 进入屋内二人就发现现场是密室 所以他们立刻就想到了不幸事故的可能性 但是教主吉姆琼斯曾多次说过 琼斯教不存在疾病和事故 所以两人为了制造登特被杀的假象 用刀反复刺向了尸体的背部 不可思议的密室杀人 是两人为了坚守信仰而产生的幻觉 而接下来乔迪被毒杀的案子 其实乔迪有心脚痛的老毛病 前一天他脸色就很差 他以为自己感冒了 但实际上就是心脏出现问题的前兆 乔迪有随身携带药物的习惯 他的药就藏在每天胸前挂着的绿松石吊坠之中 但是他去世的前一天晚上吊坠突然不知道去哪了 所以乔迪在茶会中途晕倒 不是因为服毒 而是心脚痛发作 他把手放在胸口想要吃药时 才发现吊坠不见了 而在场的信徒和上一些案件的信徒 经历了同样的矛盾后 他们决定对尸体进行处理 幸运的是他们在储藏库中找到了情话甲 于是他们把情话甲投放在红茶里 灌进尸体的喉咙里 制造出乔迪是被毒死的假象 不可思议的毒杀事件 也是他们为了坚守信仰而产生的幻觉 最后是李和骏解体事件 从16日中午开始 调查团的三人就被关在牢房里 我猜测看守富兰克林 因为某种原因忘了给李的牢房上锁 我认为他应该不是故意的 于是患有幽闭恐惧症的李 在某个时间点受不了了 他从牢房走到了走廊上 开关格子门的时候应该有声音 但是第一间舍和第二间舍间 隔了一条走道 距离比较远 而且当天还下雨 所以我们和富兰克林都没有注意到 虽然李的情绪有所缓解 但建筑物本身还是密闭的空间 他一定很想走出去 走廊上只有一个小小的通风口 大人是无法通过的 而且走出去必须经过第一牢房 肯定会被发现 李闷闷不乐的过了两个小时 这时监狱看守富兰克林 到了巡查的时间 失去冷静的李 击婚了富兰克林 逃了出去 接着李戴上富兰克林的帽子 伪装成他 然后操纵轮椅 从第一监舍的牢房前穿过 逃出了牢房 李向落海之人看到陆地般的心情 冲出了监舍大门 但正是这种兴奋 让他失去了生命 如大家所知 走出牢房的地方是一个很斜的斜坡 由于轮椅操作不熟练 加上下雨天视线不好 地面泥泞 李连同轮椅一起翻下斜坡 而另一面的密林中 有一位女性企图自杀 他把钢丝挂在两棵树之间 然后把脖子卡在钢丝上 钢丝被他的重量紧紧地扯直 说时迟 那时快 坐在轮椅上的李 以飞快的速度冲了过来 李拼命地想让轮椅停下来 他用双脚刹车 运动鞋上沾满了泥土 鞋底也破烂不堪 但在下了雨后 泥泞湿滑的斜坡上 拼命地抵抗毫无意义 轮椅撞进了两棵树之间 钢丝绳将李的身体切成两半 由于椅被挂在钢丝上 轮椅紧急停止 但他的上半身和下半身 却七分五裂地向前冲 尸体的头部有被打过的痕迹 应该是当时撞到了岩石上 李的一系列神操作 破坏了女性上吊的计划 当这位女性清醒过来后 他发现了一具完全想不到 被砍成两半的男子的尸体 他也面临了和前两起案件信徒们 一样的矛盾 如果教主吉姆琼斯的话是正确的 琼斯教应该不会发生事故 但李某却因意外事故死亡 这里也产生了现实和信仰的分歧 和前面的信徒一样 他决定对尸体进行改造 他用轮椅把尸体搬到了舞台上 伪装成他杀的样子 这件残忍的解体事件 也是他为了坚守信仰而产生的幻觉 信仰本来应该是自由的 但琼斯教的信徒们 被教主的话所束缚 甚至触犯了在身体上动手脚的禁忌 接着李子深情的说 请创造一个能让他们心甘情愿 信神的宗教 这是我的愿望 显然吉姆琼斯对李子的推理十分满意 我们有很多问题 但今天将成为新琼斯教成立的第一天 听了这话的信徒们激烈的鼓掌 连台下的议员和记者们 都被感动的悄悄的擦眼泪 第二天找到真相的大使和李子 准备和议员记者们一起离开村落 就在去机场车子出发前的20分钟 少年Q来送行 李子邀请Q以后来日本侦探所玩 并要把随身携带的宝珠送给Q 可是他翻遍了全身 却没有找到宝珠 为了寻找遗落在村落某处的宝珠 李子跳下了车 他挥手告诉大使 20分钟内他一定回来 可是时间到了 李子也没有回来 放弃了独自离开的大使 在村落的陵园中找到了李子 他已经死了 脖子上缠着铁丝 舌头搭落在毫无血色的脸上